和洛之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和洛之數的題目 那基本上呢 這一題非常簡單 就是說呢 萬數去跑 那因為呢 數字我們從1到9 總共會有9個數字 那9個數字 其實 假如說我的需求是這樣 就是無論橫向 無論縱向 無論斜邊 所以 橫向3個 縱向3個 然後斜邊2個 總共加起來是8個方向 8個方向全部加起來要15 這個就是所謂的和洛之數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除了跑完之外 跑出來囉 對不對 全部加起來就15 最後我要把它列印出去 print出去 而且要換行 所以這邊有個print line 這邊三個三個三個 所以你可以看喔 這個橫向加起來15 全部加起來都15 重線也都15 斜邊也都15 你可以穿穿看啦 應該沒有錯啦 OK齁 然後呢 每一次跑呢 都 而且你不能說我已經寫固定的 偷偷的 每一次跑其實都是15啦 可是都一樣 那就不對啦 其實是要亂速跑的喔 OK 所以呢齁 也是每一次跑的位置都不一樣 但是跑出來結果 八個方向全部加起來要15 好啊 那這個假設啦 這個是題目 請問 該怎麼做 OK齁 等下就畫面切完回去 請作答 對不對齁 趕快 是不是 如果開始喔 請建立一個 類別叫JVD104好了 OK齁 那請問這該怎麼做 其實應該每一次上課都來考試 對不對 那做不出來的話就處罰 沒有嗎 沒有 那做出來的話就給獎品 對不對齁 或者蓋個章 好寡寡張嗎 OK 這樣比較有趣啦 不過當然理論上是要這樣啦 就是將來當然最好 因為你們將來工作都是問題 你要解決什麼問題 類似像這樣子啦 所以我覺得齁 這些題目好處是 強迫你去思考 OK 所以你要想想看 這邊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 你需要有九個數字 1到9 放在哪裡比較好 當然放正列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九個變數 就ABCD一直下去 這樣也不是辦法 因為你跑回圈的時候 回圈跟正列 基本上是非常好的partner 為什麼 因為它中刮虎裡面 你可以隨便給它1到9 或者是0到8都可以 不過這一題 我有點取巧 就是說雖然有 0到9對不對 那我設10個變數 就是取得等於0到9 但是我0的部分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是1到9對不對 可是0不需要嘛 那0不需要的話 你就不要存取 所以我篩的時候 是篩0、1、2、3、4、5、6、7、8、9 但是抓的話 是抓1到9的這個位置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能會用到正列 第二個的話呢 你需要做什麼 而且你可以再想一些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但前提你還沒有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你也許就是先用什麼 可能你比較 邏輯上你可以比較能夠理解的方法 當然剛剛同學有提到說 老師什麼更快更快的方法 有啦一定有 裡面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像Hushes 就是它有雜錯的方法 但是它已經牽涉到演算法了 我想講那個可能對各位來說 負擔大了一點 所以也許第一個產生正列1到9 第二個它要做什麼呢 也許我們要亂數放 所以你這個時候 也許就是說 你可以八個方向加在一起 產生八個變數好了 那這個八個變數 你可以去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八個方向 and and有沒有 邏輯and and 就是八個方向 結果都等於15的話 這個時候為tru 那表示你要的這幾個數字 就是對的 對的之後呢 再跳離回圈 所以這裡可能需要跑一個回圈 什麼回圈呢 基本上你用度回圈 可能會好一點 度 然後把八個方向的數字先產生 全部再加起來判斷看看 是不是15 是的話那就跳離回圈了 不是繼續跑 所以可能會跑個幾萬次 對不對 但是有點沒效率啦 不過基本上 你說跑個幾萬次要多久 其實在電腦裡面 絕對不會超過一秒鐘 也是瞬間啦 OK 你說那老師我要跑快一點 OK啊 快個萬分之一秒 快個千分之一秒 其實說真的 對電腦來說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是差異 對電腦來說 我們人來說沒有什麼感覺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結果輸出 所以基本上 各位可以稍微了解 待會再來看一下這個程式部分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也許先產生一個JVD104 那也許我有第一種寫法 第二種寫法 很多種寫法 OK 那你可以第一個 那我跑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把它執行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應該都 加起來應該都是15才對啦 那底下的話答案為 那把這一個九個數字輸出 並且最下面有個敘述 不論縱向 橫向 對角線皆為15 那你如果再跑一次 它應該還是都是一樣的結果 只是說位置不太一樣嘛 OK 那這個也是讓它不斷去產生變化 大概產生幾萬次 可是實際上 幾萬次對現在的電腦來說 根本沒感覺 那你可以加快 同學之前有提過 其實你會發現 有沒有地方可以讓它更快 其實是有的 你會發現 每次跑 有沒有什麼共通點 5一定要在中間 為什麼不會是其他的 因為如果你是其他的 加起來就不會是15 還有嗎 你會發現喔 6跟4 有沒有 2跟8 對角線 這4個數字加的一定等於10 那還有 這個加起來就10 所以你也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如果中間乾脆就50算了 對喔 然後呢 就是每對角 加起來如果等於10 這個也可以啊 那速度會快一點 應該會快一點 OK 那可是呢 會快多少啊 其實應該沒什麼感覺啦 不過也許你可以試試看喔 那最好如果你要知道差異的話 也許你可以增加一個計時器 剛剛那個跟這個快多少 我有試過啦 真的快了好像是千分之多少秒吧 後來我發現那幹嘛 為了這麼一個千分之多少秒 把它重寫喔 所以這裡的話 我大概邏輯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喔 就是寫完是這樣子 1就是宣告一個正列 那正列的話喔 就是塞0 1 2 3 4 5 7 8 9 那你想說 欸老師那0不是不用到嗎 因為喔 沒關係 我用不到我不用啊 可是我1到9我會用啊 而且它的位置剛好就1到9 我就不用說 因為如果你寫成這樣子的話 它變成以後 你要抓1的時候要用0 你要抓2的時候要用1 你變成要減1啦 那有時候喔 真的還要這樣子想 想這個到底什麼 所以乾脆講 欸全部就是加一個0就好了 我只是不用 第二個是多一個Booling 這個Booling值就是說呢 如果它預設值為初 初就是會進入 就是呃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會進入到回去 因為它為初 所以跑一次之後 除非什麼狀況發生呢 除非八個方向 它們加起來之後 都為15 就可以怎麼樣 跳裡回圈 所以基本上喔 我的寫法這樣喔 第一個 不過這個地方 第一個是產生我的正列 然後產生一個Booling值 Redo 這個Redo的話 預設值為初 就是要繼續往裡面跑 然後呢 特別注意就是 這邊有個江正列打散 這個江正列打散 意思就是說呢 我原來的位置是 也許1到9 但是我這個位置 不能這麼固定 我應該要亂吹 亂放嘛 就跟那個大風吹一樣 那大風吹怎麼吹呢 也許可以先把什麼 這個0先抓出來 放在A裡面 然後它亂數跑一個數字 也許6 把6放到1裡面 再把這個A裡面的值 放到1裡面 然後呢 再換這個 這個數字怎麼樣 再亂數跑一個 也許是5 就是把2先放在A 然後呢 再把5放到這個2裡面 再把A裡面的值放過來 就是有點像大風吹嘛 大家亂吹一下 就是這樣隨便亂跑 隨便亂跑 跑完之後呢 再來比較 隨便亂跑之後 再來比較 那總會怎麼樣 亂槍打鳥 打中了 不過可能要跑個幾萬次 這個可能性才會發生 OK 請各位 這一題好像基本上 不是頂容易的 OK 最後的話 輸出結果 答案為 那把這個正列給輸出 想想看好了 待會也許 我們細部的部分 再來看 我來畫面先 畫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 我可以把這個 已經貼上去了 在雲端上也都有 所以各位參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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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